大家一路看下來 大家也沒一種感受 就是說這個指揮中心 我們把它當審 但它初一、十五月亮都不一樣 然後它專門阻撓地方防疫 防疫如同作戰 但是戰備物資 握在手上 不給你疫苗 不給你檢驗試劑 不給你去做 這個集中隔離照顧 這這麼多東西 都一直擋著大家 然後地方要採檢 還要申請半天 要不然就冒犯了中央 老是對你開槍 去年早晚有些衛生區 不就被開槍嗎 我們不能忘記這件事情 還沒調查就先宣布 說要正方調查 所以我就一路下來 我們看到 國際上就說 是什麼影響人民 不是病毒 你們知道嗎 不是病毒在殺人 祝天堂或祝地獄 到底是什麼在決定 政治在決定 這個國家的政治 把人命放在第一 魔系防疫 見極旅極 這國家的人民就駐天堂 這國家的政治 玩命玩火 利用人民的傷亡 來搞它的政治 搞它的意識形態 人民就駐地獄 新冠肺炎防疫 只有兩種結果 一種天堂 一種地獄 所以我們看到 國家沒有把力氣 把公權力拿來防疫 而是把公權力拿來阻撓 地方父母官去防疫 那我們就知道 我們今天死亡人數11個人 這只是剛開始而已 各位 這是非常可怕 我說每次看了我都很難過 每次談到這些事情 我都很難過 方法都很簡單 人家去年都已經示範過了 我們偏偏就不用 疫苗講來講去 翻來覆去 就是不給你 反正就是 特別是中國大陸用過的 我們都不要用 方法 都不要用 那問題是 它防疫防得有效 你看它原來那麼嚴重 它防疫有效 但是因為它用過 我們通常不要用 這是很奇怪 你管它的 我們常常有說以敵人為師 就算它是你的競爭者 就算它是你的敵人 它做得好的 我要做得比你更好才對 AIT也很有意思 現在台灣變成 抱著美國大腿 所以老美也根本不在乎你 韓國沒有抱著美國大腿 韓國在很多時候聽美國 很多時候也不聽美國的 所以這是文在寅到美國去 跟拜登 談得不錯 他要了不少東西回去 譬如說他55萬軍人 美國就說 你們這些軍人跟我們美軍有接觸 給你55萬軍人打美國疫苗等等 我就很好奇 蔡英文不能跟拜登講說 我們台積電 聯電 這些半導體 高科技產業 給他們打 這跟美國關係很密切 比照韓國軍人 不是很合理嗎 你什麼都不敢美國要 然後因為BNT疫苗是上海復興代理的 所以它是大陸疫苗 它是德國疫苗 所以它是大陸疫苗 然後萊豬 對不對 因為是美國豬 所以你就可以吃 有毒 有萊劑也沒關係 你什麼搞成這樣子 然後照理這樣 豬顏分顏色 照理講 這樣子 美國應該覺得你很不錯 乖寶寶 也不是喔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TVB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同時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交點 等你喔 讓我切開啟小鈴鐺